逃亡四年的皇帝回到京城还不到一年再次出逃 可以说唐朝盗索第三个皇帝李轩是逃跑皇帝中的极品 这一次逃跑他还能顺利的回到京城吗 大家好,今天咱们继续讲述中晚大风云 我是杨丽辉 大太监田令芝弄权,把河中的王丛荣逼急了 王丛荣喊上自己的好伎友,河中极度是李克用 渡河打败了田令芝的神车军 以及田令芝的两个勾腿子,兵宁节度使朱梅和凤香节度使李长福 田令芝竟然色头不妙,请求李轩陪自己离经避难 李轩清楚,王丛荣李克用南下都是田令芝惹的祸,本不想离开长安 甚至还怕被田令芝拍击成飞龙死的杨复公,重新设为疏密使 大有战边李克用的想法 田令芝的权力来源是皇帝李轩 他就是绑也要把李轩绑在自己的身边 光起二年,公元886年,正月初八,夜 田令芝引兵入宫,绑架着李轩出了皇宫 向西奔宝鸡而去,紧带着数百人跟随 宰相朝臣无人知晓 只有汉林学士都让能因在禁中值班听到了一点消息 徒步追赶皇家 跑了十一里,都让能实在跑不动了 在喘息的时候,发现不远处竟然有一匹无主的马 他大喜过望,连忙朝马匹走去 离近了一些,才发现这匹马竟然没有僵身佩安 都让能解下自己的腰带,绑在马脖子上 遭到好一会儿,才降住了这匹马 就这样,都让能远远地看到皇家 一直追到宝鸡,才追上皇家 到了天明,百官才发现皇帝不见了 部分官员向西寻找 只有太子少保孔维等数人追到了宝鸡 负责管理历代皇帝神主的宗正官 走到周治,遇到盗贼 连历代皇帝的神主都弄丢了 十月初十,李轩任命孔维为御史大夫 让他回京召叛百官,说自己会在宝鸡等他们 天明兹携皇帝出逃,群情激愤 就连他曾经的盟友朱梅和李仓福 也此于和他为伍 加上害怕王松荣和李克用 他们改变立场,投到了王松荣和李克用的阵营 孔维回到长安后,先去找宰相,萧购等人 想让他们带百官去宝鸡 萧购不满天明兹弄权 以天明兹还在皇帝身边为由 称并不肯见孔维 孔维派人去找百官,百官也推迟不肯前往 最后孔维找到了御史台,想劝御史大夫们去宝鸡 御史台的大夫们说等置办好行装才能出发 言外之意,也不想去宝鸡 孔维无奈,离京去了凤祥 找到凤祥节徒室李仓福 想请李仓福出兵保护皇帝 李仓福不想和天明兹为伍 本不想派兵,但感念孔维忠义 还是派了一些人送孔维去宝鸡 宰相萧购并没有在长安甘等 他派人召兵京截图室朱梅去宝鸡 接回李宣,想借朱梅之手 除掉天明兹 朱梅带兵五千,到了凤祥 联合李仓福,禁逼宝鸡 天明兹听说两阵逼宫 派神圣军指挥使杨胜 带兵守在宝鸡东北的潘氏 杨胜和两阵在潘氏大战 骨脚之声李宣所在之地也听得清清楚楚 天明兹连忙带着李宣离开宝鸡 前往信源 留下了禁军断后 并受杨胜为兴奉截图使 赤军号,赶翼 杨胜后退守在闪关 宝鸡到信源这一路 道路狭窄 还要走一段很长的战道 有很多百姓也跟着皇帝的队伍出逃 军民参杂更加难行 李宣受王剑、晋辉等人为青道斩着使 让他们投钱开路 王剑带着五百常见兵 奋力驱赶百姓 遇到不听话的一律斩杀 总算倾诉了一条血路 李宣的皇家得意走到了最前 李宣很喜欢王剑 甚至把传国玉玺都交给王剑背负 李仓服为拦截皇家 派了一支小队 想先一步烧毁战道 幸亏王剑的参伏 李宣才在战道快塌陷的时候 冲出了战道 很多人被阻隔在战道北侧 自然很多补给也留在了北侧 过了战道的李宣 只能夜寿荒野 王剑一直服侍在侧 就连李宣睡觉的时候 都是整着王剑的腿 李宣感激王剑忠心护卫 把自己的玉袍赏射给了王剑 朱梅这边 李宣刚住官没多久 他就拿下了宝机 得知皇帝已经走了 他带兵继续追击 走到闪关 碰到了守在这里的杨胜 闪关提出险要 一手难攻 朱梅一直拿不下闪关 侧兵回到了凤乡 侧兵路上 他捉住了乡王李云 把他一起带回到了凤乡 李云是皇室中亲 不过他和李宣关系有点远 他是唐书中李亨的五四孙 按辈分李宣要和他爷爷 田令之行事很招人恨 就连山南西岛杰度使石军社也站到了朱梅李长福的一边 他上表要求李宣诛杀田令之 并把李宣曾经道路上的驿站全部烧毁 还在险要处设置了栅栏 李宣一行人不断的变换道路 本来数道就很难行 好走的路又被石军社破坏了 那剩下的路不是悬崖 就是峭壁 极其难行 朱梅派的追兵又在后方逼近 李宣这一路上险情不断 从宝基道信源击败里的路 他们走了近两个月 三月初才到山南西岛境内 山南西岛杰度使石军社一路上给皇帝设路障 虽说名义上是为了阻挠田令之 客观上还是让皇帝受苦了 他担心被罚 逃离信源 投奔朱梅去了 山南西岛监军严尊美派人去接李宣 三月十七 李宣一行人终于到了信源 宰相和百官都没跟过来 李宣就受一直不离不弃的孔维和渡壤能 同为同兵张士兵不是狼 受严尊美为苏密使 李宣受王剑摇领碧州刺史 让他带兵住所在山泉 并让近徽张照 同兵在黑水 重修战道 以恢复交通 这一路上李宣等人可吃了不少苦头 本以为到了信源就好了 可信源的粮食本就不多 现在来了皇帝更不够吃的了 李宣下诏给王冲荣 受他为应接粮料室 让他掉五十万货粮食给行源 王冲荣表示 只要田令芝没有被诛杀 自己就不费奉照 凤祥这边 宰相萧构此时已经到了凤祥 朱梅觉得田令芝现在躲在天子身边 想要除掉他 看来一时半会儿很难办到 反而田令芝可以利用皇帝的名义 下一些不利于自己的召令 就想着干脆重新立一个皇帝 他对萧构说 六年来皇帝流离千禧 百姓或战死或饿死或被吃 已经去了十之七八 好不容易才收复长安 皇帝却把功劳 全部归到了田令芝的身上 朝鎮大权被田令芝把持 致使朝鎮败坏翻正不宁 中央大祸 我奉命营军 没想到 却被误认为威胁皇上 我被报国之心已击 杀贼之力已劫 现在 岂能继续受宦官们摆布 李氏子孙尚多 相公为何不改例 以立射击呢 萧古说道 朱梅见萧构不同意自己的想法 干脆直接卖国宰相 公开宣布自己要心力义军 有意义者斩 4月初三 朱梅逼迫在凤翔的百官 尊奉向王李云全监军国士 并让萧构给李云写策略诏书 萧构已没有思路为由 拒绝了朱梅 朱梅又让兵部使狼 判护部正常图起草策文 这个正常图就是之前放弃 赵义军结读史之位的那个正常图 正常图没有拒绝 4月初六 李云授册坚国 封朱梅为左右神策等十军军史 授正常图为同兵张士 兼叛渡之 掩铁护部等之 朱梅待着百官拥护着李云反悲长安 杏元这边 田令芝自知为天下所不容 把自己神社军中尉 关军中史的职位 让给了杨复公 改收自己为西川监军 前往西川 投奔自己的哥哥 陈庆轩去了 杨复公排斥田令芝的党羽 调王剑为利州赤史 晋辉为吉州赤史 张兆为万州赤史 李世泰为中州赤史 从此杨复公就接棒田令芝 成为了最大的太监 5月 朱梅扁萧购为太子太保 自认适中 兼朱道延帖史 为拉拢藩阵 他对各阵大驾封赏 尤其是怀念基督史高骗 被设为江淮延帖转运史 朱道行与都统 高骗本就对田令芝和李轩不满 现在有人要废老他们 自然很符合自己的心意 带头上咒 劝李云登基为帝 其他得了好的藩阵也纷纷附和 十之六七的藩阵 表示支持李云登基为帝 朱梅扶持李云 李昌福也出了很多力 他没想到自己竟然被朱梅 排挤在权力核心之外 心生不满 不受朱梅的撤锋 转而通表姓缘 继续尊李轩为主 此时的李轩得知全国藩阵 大多支持了李云 大有被抛弃的感觉 现在李昌福主动示好 他自然很珍惜 当即受李昌福为剪教师徒 就这样 朱梅和李昌福的联盟挖解 没了李昌福的支持 朱梅只能派自己人去信源 他让部将王行渝 带兵五万去追皇帝 王行渝在闪关 遇到了杨胜的阻迹 杨胜毕竟兵力太少 打不过王行渝 放弃闪关 王行渝占了奉舟 信源这边 因大多数藩阵表示效忠李云 信源得不到资源 尤其是粮食极为短缺 官员和将士们都吃不饱 李轩无能 只会哭泣毫无办法 都让能提议 说当年杨复光和王重荣 并肩作战 赶走了皇朝 杨复光是杨复光的兄长 想来以杨复光的名义 劝狱王重荣 一定能劝王重荣 回心转意 李轩向得了救命稻草 当即同意 派人以杨复光的名义 去合中 王重荣没想到 朱梅竟然会另立新主 如果继续站在朱梅这边 非明智之举 并且自己之前 一直主张要诛杀田令芝 并不是对李轩有意见 现在田令芝逃到了成都 自己实在没有理由 不支持李轩 所以他接到李轩的照书后 当即表示 自己会忠于李轩 派人送了十万匹捐给信源 并要求讨伐朱梅一致书 李克用这边 他也接到了李云的照书 同时朱梅也写信给李克用 希望李克用支持自己 李克用得知朱梅 竟然令李新主大怒 加上大江盖鱼在一旁劝说 李克用烧毁李云的照书 秋静来死 传习临阵 说自己要发兵三万 讨伐朱梅 并上表信源 信源的人都以为 朱梅和李克用是一伙的 当时没人有能力抵抗李克用 所以仍仍自危 李轩把李克用的照表 传于四方 信源人情绪总传安定了下来 不过李克用在照书上 还是给李轩提了一个条件 那就是要朝廷诸杀朱温 李轩让杨复公恢复李克用 说等自己回京后 一定会安排好朱温之事 杨复公作为权换 也有自己的半底 他有个杨子 叫杨首亮 他掌权后 受杨首亮为经商纪录士 让他带兵两万 出荆州和王重荣 李克用一起讨伐朱梅 凤州这边 王兴渝站了凤州后 继续进兵追赶杨胜 逃到新州的杨胜 挡不住王兴渝再次跑到了文州 王兴渝接连得胜 李轩联盟派随行督将 李挺李茂真等人 囤兵大当风 防范王兴渝 李茂真本姓宋 因公被辞行为李 九月朱梅亲自来到兴州 带兵攻打大当风 李挺李茂真击退了重梅 近五位大家军满存 带兵追击 收复兴州 十月李云在各政和百官的劝劲下 即位为帝 改元建真 姚尊李轩为太上皇 十二月 李挺李茂真满村等人 数次打败王兴渝 收复凤州 杨复公穿西关中 说谁只要取朱梅手机 就受谁为金难军节度使 金难军是毙宁的军号 也就是说 谁杀了朱梅 就让他替代朱梅 王兴渝不断的战败 担心朱梅会降罪折罚 就和部下商议 说现在无功而返 定然是死罪 不如斩了朱梅的手机收复金丝 还能取得冰冰的节约 众人觉得有礼表示认可 十二月初十 王兴渝擅自带兵回到长安 朱梅知道后大怒 赵王兴渝则问道 如扇子回来 是要造反吗 王兴渝说道 我不想造反 只是想取造反者 朱梅的人头而已 说完 拔刀杀了朱梅 并把朱梅的亲信 斩杀了数百人 朱梅军大乱 在京城杀人放火抢东西 长安又一次遭到了洗劫 郑昌渡等人 带着李云逃往河中 王兴渝假意说自己赢嫁 等见了李云 一声令下 捉住李云斩杀了他 可怜的李云 就是因为逃跑路上掉队了 短短半年 从一个闲闪王爷 到监国再到皇帝 然后逃亡被杀 比坐过山车还刺激 郑昌渡等人 被王兴渝收监 跟随李云逃往河中的官员 大半被杀 王兴渝把李云的人头 送到姓渊 李轩这个高兴呀 没想到王兴渝竟然送给他 这么大一个年礼 这个年李轩过得可开心了 李轩在太堂博士的建议下 只是把李云贬除为庶民 并没有牵连他的家人 过老年 李轩遵守承诺 受王兴渝为靖南军戒斗使 并受李茂贞为武定戒斗使 杨首亮为山南西道戒斗使 杨首宗为金商戒斗使 吴燕朗为东川戒斗使 武定军是在扬州新社的一个戒阵 从此李茂贞也是一方大员了 杨首宗听名字 也是杨福公的养子 吴燕朗原本是天德军的小将 在凭荒烧之乱收复城安的过程中 立功被受为右卫大将军 这次陪李轩西桃和王健等人一样 忠心护卫吃了不少苦头 因此得到李轩的信任 他和王健还建立了比较深厚的友情 原东川戒斗使高人后被陈景轩猜忌 陈景轩派北茂等地的枪兵攻打东川 高人后不敌被杀 2月24日李轩在王松荣 李克用等人的再三要求下 削削了田令子的西川监军之旨 流放他到端州 但因田令子身在成都 成都是陈景轩的地盘 虽然被流放 田令子并未真的成行 因为田令子不奉造 才引出后文王健讨成都的桥段 也是王健发家的重要原因 不过这还是后话 咱们暗下暂且不表 3月李轩下诏 刺死萧购郑昌图登尾官 郑昌图被刺死算是罪有应得 萧购被刺死实在不应该 萧购在李云登基前就此官凡乡了 说他武力实在说不通 我觉得他被杀 估计和他当时不肯去保际有关 叛乱平定了 唐主李轩也该反进了 3月18 李轩到了凤翔 凤翔结读是李商福 觉得自己虽然及时的效忠了李轩 但李轩的出逃 的确有自己的一份功劳 而且自己一把大火 差点烧死了李轩 就算李轩不知自己的罪 估计也不肯重赏自己 他以长安宫殿 三位修缠完毕为由 把李轩强留在了凤翔 李轩也没想到 自己这一流竟然留了两年 一直快在他生命的尽头 才得以回到长安 而且那时候的天下 早就不是自己熟悉的天下 那李轩住在凤翔的这两年 天下发生了什么呢 咱们下一讲继续分解 看到这一秒的节奏史 请帮忙点赞转发关注 这对我的频道发展 有巨大的帮助 有了您的支持 新武的演绎才能越做越好 祝绝都是大人 万福安康 我是杨立辉